各位同志朋友大家晚安又來到我們鳳凰蜜的盤後的8點半的節目 那當然今天行情呈現一定要震盪了 為什麼要震盪 這很簡單嘛你看這個融資 跟著上來了 但是這個融資還不是最高點 一定融資還會再增加 但是這個地方你要去觀察相對去比較 因為大盤前波的時候 在持續漲的過程裡面的確 持續大盤創波段新高 16579來這個地方 融資為什麼這行情持續漲不停 也是因為這個散戶沒有很很大的 無感啊 所以大盤持續創波段新高 常常投資朋友是在這邊是 賺了指數賠了價差 但是你現在把它搬回來 要什麼那現在開始大家散戶慢慢有感 有跟上有賺到錢 所以融資也開始跟上 但是要小心在哪裡 你要注意的是這個融資的話 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要去注意就是這個融資 余額一直增加上來就是所謂的 一些落後博物章股在出頭天 我承認 但是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像廣民就OK的 你要去注意那個籌碼面的問題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你不能一直亂追 那像廣民就恭賀 廣民這檔股票已經青州已過萬重山 你說老師你什麼時候跟我講廣民 你有來找我當然就知道 我有跟你講過廣民 廣民就是機器人概念股 很久之前你賣賞賞 因為這種股票所謂的跟值得漾 都是機器人概念股也是今年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 那個所謂的次族群 嚴格說當然你講到這個亞德克 為什麼要講他 因為他不會跌 但他畢竟是千金 那現在難得在亞德克本身的話 你曾經錯過他的人 當然我不可能叫他回來 你叫我說老師我現在去買亞德克 你是不是探上面擠 這個說實在 散戶你已經來不及了 曾經你可以買四五百塊 你就偏偏都怕死了 結果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他會帶動什麼 帶動這檔值得 雖然值得今天收平板 但畢竟是什麼 你要注意他是創波段新高 再創波段 再創波段的新高點 所以我稱它一個簡單 他就叫叫小賀 所以這行情告訴你 震盪已經開始 那為什麼 因為融資這個地方開始 籌碼開始越來越什麼 越來越增加上 那就代表 這個地方開始籌碼越來越 我怕投資朋友聽錯 就以為說我在講空是還不是 這行情開始說 它震盪 你要找機會輕鬆賺 但的確你找錯機會 就是搶到什麼 就會追高殺低長 然後左一巴掌 右一巴掌 抓歸走壁的情況 開始又要發生了 但的確這行情 如果你好好的按部就班 集中火力一檔就夠了 實際上嚴格說實在 我應該跟你談的時候 如果你有醜上這些股票 都是很棒的 尤其 尤其這個行情 就是告訴你 你要懂得 彎腰減鑽石的時間點來臨了 好 簡單就是說 我是不是告訴你 每天天天都有命令出發 雖然我們的股票 天天漲停板股票很多 但是問題你要彎腰減鑽石 不是等到漲停板 才會恭賀你漲 你漲停板才有你的一份子 實在今天最強還不是這些股票 應該很多人就知道 對不對 不是這些股票 應該很多人說 老師你今天應該跟我們講一下 講你幹什麼 隨便賣隨便賺 漲停板不算什麼 漲停板是什麼 來到這個地方 安利反 你可以什麼 可以輕鬆賺了 隨便你相不相信 這種股票嚴格說 你就知道我怎麼跟你談的 但是你把這個資金換到哪裡 換到那個彎腰減鑽石的系列股票 今天這張股票正式發動叫什麼 叫廣民 如果你手上還有的 續報 如果你沒有 近代 有機會我帶你買 那當然這個地方 我就說這個股票 曾經都跟你談過 難道我沒跟你講過這張股票嗎 有啦 有啦 機器人概念股 只是講的不太多 我會把你擦擦擦擦掉 對不對 那在這邊在哪裡 這張股票嚴格說 在1月份的時候也很牛皮 這一點在哪裡 這個均線就是這個法人線 就39塊 39塊這個地方 你自己照近一點 你看我們到賬號 就這個地方 他一直沿著這條區域現在 如果嚴格說這張股票也是 之前是 爐爐不動 在今天這個長紅棒一紅 定江山了 包括這個 39點3我買在哪裡 我今天還在加碼 坦白講 2月22號之前 你39點4看你敢不敢買 先買 要聽到嗎 先買告訴你就是說 這個點位不見得馬上過 未來這個點位 這個點位就已經變成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什麼 一個買點 包括又青州已過萬重山 所以任何拉回街買點 盡量低接 但比如說你不要說 這張股票就是這樣一個操作方式 包括這個廣民本身 嚴格說他的營收還沒有 你一定看出來 他營收一定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嘛 就是股票就是什麼 你不用去追追一些什麼 跟你無言 就是說今天說實在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那你還可不再買 你是要買什麼位置啊 但是我可以補你賺 真的說實在 這個也是你很輕鬆賺的 什麼就廣民啊 早上都還有39點3 你記得這39點3 甚至40塊以下 如果有機會 因為這個大盤在震盪 那主要原因為什麼在震盪 因為大盤目前就漲不動 高漲做震盪 個股上的表現 那震盪越大的話 你要賺越多錢 那的確這個地方 你要去了解一些 就是說什麼股票 彎腰減鑽石的觀念 不是一直追追追 我跟你講真的 這個地方不流行在追股票 而且要買對股 看未來 未來持續會漲不停 你大盤漲它還有漲 大盤跌 它也讓你什麼 因為它是 就沒有沒有 它之前沒漲到嘛 所以它一定不會跌的嘛 你去比較一下 一檔股票 叫3374的金錢 我難道沒有跟你講嗎 叫你一定 你不要在那邊多做文章 這檔宏捷克我覺得還OK 我也跟你講得很清楚 你去比較一下 兩檔股票是不是越來越近 包括這檔3042的經濟 我覺得它很棒 我寧願你把經濟留下來 雖然它今天也 它一百塊也沒跌破 因為它已經是一檔漫游天氣線的股票 所以要賺錢的機會很多 你說真的 你如果一定有經濟的話 還是要續爆啊 那很可惜 你有沒有在低檔買進啊 所以你沒有的話 那只能什麼 你來看看我今天跟你講的 你就可以馬上去擁有這個廣民 你要注意股票的集中火力 很多會員工老師 你電上股票我好想買 我說你不可以買 等我的命令出發 因為這個地方散戶 你不要讓人家叫你叫散戶 雖然你的力量很大 我常跟你講 你就因為太散了嘛 這邊也不要 除了股票你都要買一點 然後自己把籌碼搞得很亂 亂進亂出 所以造成什麼 籌碼不安定 所以常常說 賣了就大漲 買了就套牢 所以現在回過來 你要去注意 什麼股票本身 它的大戶的持有相當的什麼 因為大戶不會想要欲買中嗎 大戶買了就買了嘛 從逢低買進之後是暴注 現在嚴格說出來 這個廣民這檔股票 大戶本身持有 你不用問我怎麼知道 鳳凰指派已經幫你算算 它本身就是大概50%左右 散戶擁有廣民還不太多 50%大概就OK了 50%就是屬於這種 基本的這種股票 你就可以站在買方 任何拉尾站在買方 你把它留下來注意一下 那當然投資朋友比較會擁有的 這檔股票都可以漲停板 那你知道有一檔股票 接著 接著就要跟你講這檔基因 今天很多人來問我比特幣概念股 為什麼這檔2465的利台這麼強 我怎麼知道 我一張都沒有我已經賣了 我今天早上就叫我幫我昨天的Light 告訴你賣掉 你可以證明 它以後怎麼漲跟我沒關係 但是畢竟我的股票 本身之前跟你講的股票 就是看得到 吃得到 賺得到 就好了 那如果比特幣為什麼它這樣子 那這檔為什麼是這樣 我怎麼知道 我也很想告訴你 這檔是這樣子 跌停板 實在這種股票我都有提醒你 比特幣這邊開始什麼 開始你要看得到 吃得到 賺得到 你就唯有去買一些什麼 你看今天顯示卡在漲 對不對 微星是不是在漲 那包括我們都不要講微星 我們單單講一檔 賺得到 就是這個 精英 顯示卡當然叫什麼 就跟板卡 這個有關係的 主機板 精英 你知道精英本身為什麼一直跟你講精英 你不要去怕這檔股票 反而這檔股票 只要你不去追高殺低 不要去 當然我也不希望我們節目很多人在看 因為我們的節目八點半 現在很多人也不看電視了 最好都不要看 你看到我的電視 你真的非常有福氣 我也不是多有名的人 我告訴你 可是我跟你講真的 你要注意這種大戶持有 70% 誰在持有的 最好是大同集團 旗下一個 一隻的金基母 你也知道他是大同集團 對不對 好那就好了 如果嚴格說他一月份 比去年同期是成長 但是相對跟12月 沒什麼特別的大成長 對不對 但是是伯仲之間 好你現在接著 這張股票 我為什麼一直告訴你 27.6 實在我們今天沒買到 坦白 畢竟你沒有買到的話 真的是 我沒有買到 但之前我們到會員有27.6 我說真的太可惜了 沒買到一定可惜 你看你27.6 他有回測耶 都不願意跌破 如果嚴格說出來 這個股票 昨天外資反而是賣了1萬多張 前天外資是買了1萬多張 你說這個 這個外資誰在欺負是嗎 我覺得這就是告訴你 他在清洗福額 包括他的 本身大股東的持有 將心有持有 所以你有的安心續報 因為你要去哪裡 找一檔股票的機會 從底部進場 不宜引難 這種低價位 本來他潑伏就會什麼 因為低價位股 他本來就是 就是什麼 他就比較不會 他籌碼會比較大一點 本來又比較慢一點 所以這種股票 你賣不賣那個30.25 那個小高點根本不重要 重要是這檔股票的確 所以如果立台可以再創破斷的新高點 我覺得你會來你要去住 因為大盤這個地方再做一個震盪 跌時你開始要種植 包括什麼這個地方有比加的效應 就為什麼今天廣民可以漲停板 就是因為機器人概念股 一檔一檔的出頭貼 所以輪到廣民了 簡單就這句話 包括他也是集團股 好這樣接著 所有的集團股本身 你都買那個所有相關性的重點股 那好 像比特幣概念股 這檔比特幣這個區塊 到底他未來會不會大漲 你先不用去管 因為畢竟來到 5萬8萬美元 本來就是他第一個目標 6萬塊這個是門檻 門檻就來了 那的確他也在震盪 這是難免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注意 什麼是彎腰可以減鑽石的 不是看到漲停板就是好的 反而我覺得這張股票本來跌 也跌的是應該的 如果他會跌 那利台不會跌 誰跟你規定的 所以你要聽清楚 我在跟你講什麼 所以為什麼這個地方你要去注意 嚴格說實在 我簡單告訴你 漢遜 包括清雲 為什麼我進來都沒跟你講 包括利台都沒跟你講 只跟你講精英 因為他本身的大戶的持有 很愛護他這家公司的股票 他持有將近70% 剩下我就不願意再多說了 所以你有的東西的話 不要去追高殺低 比特幣這邊 真正未來會漲的一些相關概念 一定是真正有獲利的公司 包括公司本身有接到大訂單 那金銀本身 它也是一個電動車的概念股 你不要忘記 它跟微星一樣 微星界漲停板 那金銀在旁邊 小金銀在旁邊 所以我告訴你 雖然我30塊有叫我們會賣一點點 但是我跟你講28.6買回來 今天說實在 27.6要再買都買不太到 今天收盤收在這邊 我覺得他非常會 非常什麼 非常棒 如果你願意耐心等待這張股票 反而相對去比較 我覺得就是叫做什麼 未來就是都是給小賀 簡單一句話 而且以前二三十年前 這張股票基因二十年前 主機板的基因是標股 你不是喜歡標股嗎 它也是一檔標股 你現在把它當牛皮股 粉末倒置了 所以這張股票 我們跟你推出來 是年後的翻倍轉 年後的翻倍轉 包括之前的早期 我們20塊21塊都在做進場 所以這樣一路的走向 你就知道說我跟你談的東西 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我是希望你好 這個地方是一個 彎腰減鑽石的時間點 在發動 所以你不要買錯股 你要買對一些真的未來有成長性 爆發力 業績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的股票 因為畢竟來到這個地方 很多股票已經開始 要豬羊變色了 但大盤又不會跌 你不要賺的指數 賠的價差 這樣簡單一句話 今天也說好 我們的會員本身真的 叫小賀 叫小賀 維新不只現買現在漲停買 都不只安利 不只安利 我們單單一個 一個維新就可以一個 給你看得到吃得到 所以接著明天不小心的發財專線 你注意一下 你什麼是非賺不可 你也可以自己賺 還是跟著我不要保一個平安 保你平安保你無限 保你不小心你手上的股票 像維新可以現買現在漲停板 像值得再創破戰的新高 像廣民不小心也漲停板 青州與郭萬聰山 就這麼簡單 希望你好好的跟著我們團隊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那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亞洲投顧 民國76年成立 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 營造獲利 三多 創造財富 股票起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投顧 就是你家 有家的溫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亞洲投顧 真心照顧 亞洲投顧 民國76年成立 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 營造獲利 三多 創造財富 股票起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投顧 就是你家 有家的溫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亞洲投顧 真心照顧 我們第一個單元 你一聽我說 老師 真正好 很可笑 安逸 我也知道很可笑 這個是根本 就是 倒點黏金 輕鬆可以賺的股票 你就不要談了 今天已經連續兩支漲停牌 問我說怎麼辦 還記得嗎 今天已經百元聚樂部了議員了 很多股票都會慢慢跟上 也不要急 但是我跟你講 今天已經連續兩支漲停牌 75塊太便宜的時候 你有給我參考 你也不給我噴香 你怕老師的股票這麼弱 一直跌一直跌 所以投資朋友 我常跟你講 不是我很現實 是你很現實 你都把當老師吃神 每天股票在現買 現代漲停牌 你自己做做看 這個操作的市場 本來它的背後的辛苦 不是三元兩年可以跟你談的 但要跟你真實的做印證 我說如果市場上我是第二 真的沒第一 我這個人說實在 也不太喜歡騙人 因為人生 實際上人生健康就最最美好 因為這個市場的錢是大家的 對不對 你有健康才能拿到 有些人身體不健康 不小心 就真的說實在 老天給你找你麻煩的話 你賺這麼多錢要幹嘛 所以人要小心 善護 不管你是什麼宗教 什麼樣 就是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什麼 就是不要亂講話 包括什麼 看得到吃得到 如果我們真的說實在 畢竟我們公開節目 雖然你不是我的會員 我也不要騙你 對不對 就像這張股票明明我就把它賣掉 但是當初我跟妳講的時候 真的妳也 就已經寫得這麼清楚了 就這樣跟你畫這樣子 三位數 你說老師一心也給人家做 過了一個年為什麼 不太一樣 實在坦白跟你講 這我做人也不錯 有一天早上我急著上班 就是新春的初六 開工的時候 就跟你講 我這人多好 我在路上可能頭低著 我被車撞到 我真的被車撞到啊 我沒有找他麻煩 那個人還跟我說 你怎麼沒有 他開汽車 在巷口撞到我 我當然是人 我現在腳有點受傷 我沒找他麻煩 人家路人都看不過去說 你撞到人家 你還罵人說 說沒看路 人家路人看路人腳都看不過去 我說沒有關係 大家時間是寶貴 我也沒撞到人家 叫救護車叫警察 因為第一個我沒時間對不對 第二個我覺得這種小事情 所以我站起來之後 我人有點不太舒服 有點昏昏的 沒有怎麼樣你安心 來公司之後 你知道我的股票開始 一檔一檔漲停板 全部還我的公道 所以人生有些東西 你算不到的 我跟你講真的 不要看錢看這麼重 有時候可以原諒別人 你就原諒別人 不要有一點小事找麻煩 我一定要找警察來 要理論 要賠多少錢 甚至我朋友說 你有沒有叫他陪你 我陪我幹什麼 賺錢我很會賺 我要那個小錢幹嘛 你給人家方便 他怎麼會故意撞到你的呢 而且我們自己也的確 頭低低的就是不小心 因為我在想一些 工作上的事情 所以沒有注意到 所以就算了 但是回過來 從出料到現在 我哪一檔股票哪一天 會員們 那個小事 笑得嘴巴都合不攏 所以過年之前 很多人說 老師那股票真的不好 我說也不會去 最少我那時真心的告訴你 就是這檔股票 在漲的過程裡面 我告訴你 我真的講不下去 但是的確你嚴格問我說 這檔股票好不好 我覺得他很OK啊 只是他 你這個地方要買他幹什麼 因為多少人告訴我 老師我要買零股 我要買台積電 而且買他幹嘛 結果不小心回過來 你不管去買安利的人 也是大碳級 這兩天而已啊 對不對 新春開紅包菜在哪裡 他沒人要啦 76.8啦 對不對 我那時候告訴你 鳳凰指標有個很重要的訊息 叫大戶持有68 如果你嚴格說他什麼利多 他利多你早就知道 二月四號就發布給你了 是這個原因嗎 他發布之後他也沒漲啊 所以投資朋友有些東西 你在看一個過程裡面 內涵價值裡面 你要看的是一個 未來大方向 不是這種 看到表面上股價浮動上上下下 最少我曾經告訴你 你買就對了 全收了 還告訴你 太便宜了 我還要跟你講什麼 三個月大底完成啊 所以你不要問這麼多 你要買低再來找我 你要買那個追高的漲停賣 你自己去追啦 這不是隨便賣隨便賺 隨便賺個二三十萬 你買十張二三十萬兩三天就夠了 對不對 再來 昨天呢 怕你不敢買 包括今天早上還真的給我面子 我說我的股票一檔一檔 我就進來再跟大家講 你要去注意 主機板這個區塊 因為實際上比特幣的主機板很重要 尤其這一次的顯示卡裡面的維新 如果你沒有維新 你也要一個小菜叫什麼 叫技嘉 我都跟你講得很明白 我那個Telegram過年前出事的時候 那些財神爺來報導的時候 我沒有跟你講隨便你 我每天都 今年因為大家都在家裡 所以我每天都幾乎都有寫一些報告 跟大家多一個分享 那時候送給大家 不管你買維新的 也好 早上的時候你有沒有參考一下 你會怕 所以我昨天在跟我們會員講 146再買 今天早上最低就是146 我說158飛高點 今天就漲停板 這張股票開始在飆漲了 實在嚴格說 這張股票在飆漲 如果你手上有的 這張股票是我們八月下 那時候跟大家講 AMDNK的股 維新 根本沒漲到 台積電漲飯店只有它 所以你竟然找這種股票 那時候它才過一百多塊 一百多塊 那時候連125塊要過都難上加難 甚至我告訴你 還苦口婆心告訴你 這個地方 130塊到140塊 一點都不貴 你要賺錢再來找我 你要每天股票擺花錢 當然股票做點價差也是應該的 有時候當初什麼 那要看機會機會 但是一個股票 絕對長線不能出錯的 不能出錯的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等一下要考驗你 你要增功力 增實力 不知道你敢不敢買嗎 我這樣一點都不貴 這個你也不能開玩笑 如果你真的看電視的過程 你真的有欣賞 欣賞貴華為新的話 你賣萬壇 你開始要還你一個公道 你自己看 今天146塊 我在前段時間 就已經好早就告訴你 8月5號的時候 代表這悶死多久 一檔股票 不是三個月是半年了 開始在起飛 起飛了 所以這種股票就回來 都是什麼 都是你錯過去年大漲的股票 都不要去幫他抬價的動作 你回過來彎腰撿鑽石 就對了 今天146你買的 就什麼 就賺漲停板 有些人當然是比較不方便 錢不多 最少你當衝 當衝這種股票就對了 對不對 不然最少要漲什麼 技嘉 這個我也送給大家 今天早上86塊很好賺 但技嘉這個地方 說實在 目前我們再說再研究 你不要自己亂追 不要說我沒把話跟你講在前頭 不要說沒有把話講在前頭 那當然今天很多的股票 一個過程裡面 包括 實在要跟你講的東西 實在太多了 太多了 顯示卡這個區塊 不管是維新 或他的那個 2376的那個技嘉 現在兩個相關線很夠 維新如果你沒有買到的人 盡量低接 技嘉 這樣簡單一點好不好 所以這幫股票 這個變化就出來 你要非常小心 不要歐白 自己亂對號入座 那值得就是值得 我還跟你講什麼 就叫小賀 接著最後 因為時間也不多了 我也希望大家要注意 現在行情它是什麼 它在相對的確是高檔區 它又不願意跌 你不要賺了指數 賠了價差 但是這張股票 反而什麼 鬆悍 回來的喔 不要告訴我 我沒給你機會 這個地方你還是要搶短 我從64塊 65塊告訴你 今年的大買點出現 如果那個地方是大買點 大買點 請問這張股票 結束了沒有 包括它的晶片 車用晶片 缺貨到人家很多車廠都停廠了 要等到四五月到第二季才要開場 你覺得這個沒有機會 那還有什麼有機會 所以你一定要有個判斷力 包括未來性你要有判斷出來 剩下很多東西 大家到這位來探集 不要在那邊跨 不要在那邊想東想西 因為散戶就是要集中火力 散戶力量很大 但是你不要自己亂操作 在彎腰減鑽時刻 你要什麼是非賺不可 把電話撥通 不小心 你手上的股票會跟微信一樣 現買現鑽漲停買 會跟廣民一樣 現買現鑽漲停買 好好自行做個把握 祝福大家操作順便 明天見 謝謝 明天見